我支持通告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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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出了一份小子 我在那月十四 整個廟大家都聽得到我說老公 讓很多人沒有在現場 聽我說北京的 就在這個現場 1月14號 我開一個新書發表會 這個書名叫做《類伍時代》 真是有所感下的這個書名 有個復標 叫做期待人民遭受司法冤屈煎熬 可以不再出現 尤其是給我們下一代的以後的怕怕孫孫 1月14號到現在大概50天 書也出了 新書發表會發表了 但是我們的司法行政監察的主事單位 我沒有看到 聽到任何的回應 意思就是說 在目前這個制度之下 非常失望 真的 好多朋友告訴我 我運氣很好 跟我們的市長一樣 有個好法官 也是好法官 我這個法官把調查站跟檢察署 我們所要求的光碟 全部逐自搞 你看光碟的時候真的很震撼 非常震撼 我當庭就跟法官說 我做一個老師 我一定要出一本書 很忠實 其實它有800多月 我裡面只有大概300幾月印 其他壓縮一個光碟在後面 就像我們李老師講的 未來做壞事情的 處罰的這些 好多調查員 好幾位檢察官 都會流民侵蝕啦 南投地方法院 這個法官 今天 廖建南先生 我第二次公開的 給你耳樂 他真的是不簡單 但是 好多檢察官 我這邊要指明 起訴我檢察官 他真的是讓我很失望 他明知喔 真的 我先說上訴這位 上訴檢察官 叫做 蔣志祥 南投地驗的 他跟我 跟辯護人 跟法官 跟市議官 一起堪念光碟 他非常清楚 檢察官跟他的證人 都創供嘛 畢路都造假嘛 無中生有嘛 好多地方嘛 但是他竟然說 那個是些微出入 這樣搞得最佛啦 魯師祥 以前李明知 他在現場喔 看了好多次喔 然後 高院的 高院把我上訴這個 檢察官叫王清潔 完全沒有心思證 也沒有問話 他就上訴 上訴司 跟其實是一樣 在地院高院都一樣 調查 調查站 好幾位調查員 尤其是這位 陳欣然先生 聽說他是副主任啦 很明確是處罰 非常不應該齁 所以我這個案件 從啟動調查到交保 到最後三審定驗 都跟總統大選其常綁在一起 我相信應該 我的判斷有黑手接入 那我在大學教書 我在民主進步黨 中央黨部智庫 一直在幫忙 但是我的法律常識 跟我們一般人民一樣啊 鼓勵來怕不死 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很詳實的 把我的心酸的 這種構成 我的家人媽媽 我都寫得很詳細 也把這個整個司法案件 一無一詞的 做個足智的表達 我就是很希望 未來這些法官檢察官們 能夠 要有同理心啊 要諸所警惕 我想我跟我們在座所有人 都一樣齁 我們大家齁 之所以會站出來 真的很希望 能夠為我們 這一塊土地 我們的國家 我們人民 做一些事情 大家加油 最後我們請高英茂 再跟我們講幾句話 各位先進 我都要向這個 王理事長 和這個 律師團 標誌 建議 因為這是 台灣歷史上 破天荒的 這個做法 值得我們 阿力來支持 那今天我的感想 老實講 非常非常的悲哀 也為台灣的這個 政治 還有司法 感到非常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 我想 從三個簡單的角度 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國家 我們台灣 在國際上 莫名其妙 都有一個 一個形象 說我們台灣已經相當民主化 我們尊重人權 那麼表面上 好像也有這種現象 在 2000年 我們有政黨輪替 然後在2009年 我們在馬政府時代 特別大張旗鼓 我們接受國際 最重要的兩個人權公約 就是公民與政治 的這個公約 另外一個就是 經濟 社會 教育 人權的公約 看起來 我們很好 我們也創辦一個民主基金會 國家級的 就是要推動 民主 人權 法制 但是實際上 今天看到這種 案子 這個 檢查 司法單位 那種 爛權 違憲 違法的做法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台灣 國家的 這個不幸 我們一定要努力 想辦法 把這個 這種形象 錯 然後實質上 真的建立 民主 人權 法制的一個國家 第二點 我是覺得 我們 雖然有民主的體制 但是這個體制 剛剛 有幾位先進都已經講到了 有權無責 這個 這個民主政治 基本上 就是要相信 相信這個 權力 會被濫用 安全 那麼 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敗 那麼這一點 我們好像整個制衡的制度 沒有做到 另外一點 我們這個 司法的檢驗 都沒有做好 所以剛剛 談到的這個 顧律師談到的這個 accountability 還有王理事長也談到的 這個怎麼改進 這個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那我們在座的 也有立法委員 希望能夠往這個方向推動 第三點 我的感想 既然國家 這個民意敗壞 這個體制 也沒有制衡的作用 那我們是不是 還有社會的道德感 道義感 那麼這一點 我個人 是認為 做一個人 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堅持 要有良心 要有良知 還有要有專業 那我們就試問 我們的這些檢察官 他們有沒有良心 有沒有良知 有沒有這個專業 完全 是 這不可想像 這個就讓我想到 我們常常開玩笑 這個有些檢察官 就躲在這種 好像檢察獨立的這個 這個門面的後面 然後亂搞一層 這個就是 讓我想到 就是國王的新衣了 這個穿的新衣 其實是 暴露可怕的現象 所以我今天 這個破產的運動 希望能為我們國家體制 還有為個人 多開創一條新路 讓我們台灣能夠走上 正常的民族法治的道路 謝謝各位 以及民族法治療 سم詞